几乎没有人想到,新加坡国家级AI战略竟会选择这种方式与发关注 2025年11月,新加坡AI研究院AISG正式宣布 国家级大模型C-LINE不再以美国META的DAMA模型为基础 而是全面转向中国阿里巴巴的COIN架构 这一模型切换与发了世界范围内的讨论 这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新加坡AI战略的一致重大路线调整 它为什么抛弃META全面拥抱阿里的技术 而这一切背貌,其实是关于东南亚裔 技术生态和区域化语权的博弈 新加坡向来是科技领域的先行者AI Verify 全球最早的AI评估框架 以及National AI Strategy 2.0都堪称重量级政策 但这一次不只是技术变迁 而是面对东南亚影响力的一致战略压注 新加坡正在通过AI重新定义自己的科技版图 那么,阿里坤真的比MET Lama强吗? 新加坡的选择是更接近中国,还是更紧贴东南亚市场? 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聊聊集中深层逻辑 第一张不得不换的AI,语言瓶颈与区域化诉求 这些模型切换让很多人将目光聚交易 阿里坤和MET Lama之间的技术差异 但事情绝不是坤长 Lama若那么简单 核心问题实际上在于 新加坡的本地化需求和语言瓶颈上 如果不换,这无疑是一道横在新加坡 AI战略前进道路上的关键障碍 数据显示,新加坡作为一个多语言国家 语言使用有极强独样性 电影语接触人群高达26万 泰语接触人数14万 而马来语作为新加坡官方语言机 占到了13.7%的严口比例 这些语言本地化需求决定了新加坡AI技术 能否真正服务本地经济和区域市场 在SEA、HLM对于总测试指标中 阿里的Kun架构在印尼语和泰语上的表现 比MET Lama高出20%到40% 这样的差距并不仅是数据的优劣 而是世关AI能否真正融入东南亚市场的重要能力 新加坡选择阿里Kun不仅是为了提升技术表现 更是为抓住东南亚市场的语言主导圈 东盟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 谁的AI技术能更深入了解这些语言多样性文化 谁就能在未来数次经济中占据核心地位 这是新加坡在科技部局上 以致面向东盟的大打压住 第二章阿里Kun的吸引力 技术成本与生态的绝对适配 有缘可能会弯 单纯性能更强的新加坡模型 就一定要选择阿里Kun嘛 其实技术性能只是一个缩影 阿里Kun能被选中的背后 是它契合了新加坡在储存经济 和展业协调方面的多种需求 从主角角度看 阿里Kun的全面开源是一个核心优势 它提供模型的全部机缘 包括训练代码和权重 不仅满足新加坡政府对于可验证 可审计可合规的要求 更在技术技术性上胜出 相比META封闭的LAMA模型 阿里的路线更加灵活 为新加坡的AI研究和本地开发 创造了更多空间 多语言适配测试中一起绝诊 在SEA HLM评估中领先 展现出对东南亚语言的超强理解能力 与英语语境更契合的META相比 这种本地化表现恰好满足了 新加坡与东盟市场的通信需求 此以外 阿里的东南亚经济生态队 这次技术合作提供了强大支撑 拉加大电商奥利配支付 插鸟物流等平台已深植东盟市场 Quan不仅是一个AI模型 其背后还有成熟的产业网络 可直接融入东盟的经济链调 这让新加坡通过选择Quan 不仅收获了一款模型 更抓住了整个区域的战略机缘和合作未来 第三章如何改变每一个新加坡人的生活 或许在你听完这些国家级的战略分析后 仍然会有一个问题 这能给普通人生活带来什么实惠 这次换模型并不是一个由不可及的话题 而是会直接渗透到新加坡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成为全社会的基础设施升级 对于普通的新加坡市民来说 多语言的AI将大幅提升政府服务效率 比如SEA、LINE、V世后的模型 能提升多语言政务机器人的覆盖率 帮助马来语和印语使用者更加高效沟通 此外 医疗领域也会因此受益 多语言的AI问诊机器人将显著改善患者体验 而跨语言翻译助手则成为日常的得力工具 对中小企业来说 新模型样进入东盟市场更加轻松 以SEA、LINE为基础的工具 可快速生成多余种商品描述 简化客户沟通、习企业在开拓印尼 泰国等多盟市场时更加顺畅 无需依赖昂贵的翻译团队 对于技术从业者转型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 未来三年内 新加坡预计将新增超过6万个AI岗位 SEA、LINE国家平台的开放 也将吸引更多人才流入 这一期换模型不仅是技术提升的进步 更是覆盖全社会的升级 实实在在改变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 第四章关于话语传 东南亚正在打一场科技升级战 一个简单的AI模型选择实际上反应了 新加坡在东盟和全球范围的战略位置 模型不仅是技术工具 更是区域化语权的象征 谁研发技术谁既定标准 这些问题正不断浮现 东南亚作为未来的经济竞争高地 数字经济规模到2030年预计将超过1万亿美元 AI的多语言技术跨越语言障碍 这也决定了新加坡能否成为 AI纪理和技术枢纽 中国模型的加入为新加坡提供了第三条道路 不再依赖欧美路线 而是为区域化崛起提供更多可能 从Mita转向阿里模型 不是中国胜了美国 而是一场区域模型崛起 与话语权争夺的生动案例 这是新加坡和未来压下的独特赌注 转折的不仅是技术 更是方向 在这场科技转型中 能否真正改变新加坡和东盟的经济格局 时间会揭晓答案 如果你对科技与东南亚未来话语权感兴趣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获取更多深度内容 新加坡的AI转型刚开始 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